今天接著來看第三個單元 回圈資料結構與自訂函數這個單元 應該有第三個單元 如果要找你們應該要找OK4頁的地方 上個星期的資料其實我都把它放在雲端上 另外的話將來之後如果上課還要收到上課錄影的話 我想這個就是自主性的 如果你需要的話你就自己在雲端上面的教學論壇 最下面這個連結 那我有加一個新的論壇 這個論壇就是如果你想要收到後續的影片的話 你就自行加進來 這個是不開放的一個論壇 那你加進來我會上課把影片貼到一個連結 就是類似這樣一個清單 第幾次上課的那個上課影片 然後你只要點選下方的這個完整教學 它就會打開 裡面就類似像這樣一個清單 那你也可以全部播放 或者你可以選擇你要播放的那個影片 甚至你可以跳到你要的 你不清楚那個文化聽不太懂 你反正repeat了 那這樣的話好處就是 你確保你是會的 每個地方一定要確定 如果有一點點不太確定會不會 我建議你還是多聽幾遍 多了解一下 那最重要一定要實做 程式一定要確定是打得出來的 比如上一次上課 我們大概講了幾個範例 範例的話確定是一定要是會的 比如說我們就是有寫了幾個 比如判斷年齡的啦 還有就是那個什麼 判斷就是年齡有沒有成年未成年 然後把成年又分成青年狀年老年 如果像這樣一個題目 你是不是能夠很快的可以把它寫出來 那其中比較重要是你要會用input函數 那input進來的東西它會是個文字 所以一定要轉型 如果沒有轉型一定會發生錯誤 那因為形態的錯誤在python裡面 非常非常非常容易見到的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尤其初學者 對於那個資料的型態 其實會是最容易發生錯誤的 因為很多人其實沒有文字跟數字的概念 因為概念不清楚的話 而這樣的人錯誤其實還蠻常見到的 當然很多時候是眼睛看大概都長一樣 可是實際上電腦會認為是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可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當然也不只是這個拍成這樣 其實像Excel裡面也是一樣的狀況 我還想說Excel的錯誤 其實也是搞不清楚那個形態 電腦其實最麻煩的就是形態 很多時候發生的問題 都是跟形態有關 所以如果這個地方你能夠避開的話 以後你寫成是應該就比較沒什麼問題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就是一直卡在那個形態問題錯誤 那如果你這個地方避開的話 以後當然就相對的問題比較少一點 再來就是計算BMI 我們要寫一題之間 那BMI的那個 它的公式其實是什麼 體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所以你要馬上有一個公式 那如果假設在Python裡面 當然我們需要兩個變數 一個變數的話是身高 一個變數是體重 但是身高的話 它單位一定要是米 所以你變成說你要先除以百 把它變成公尺 然後再平方 平方的話記得就是層層二 有印象 然後呢 最後我要取到小數年的第二位 那當然有很多方法 不過我建議用那個format 不過你們可以在網路上Google一下 格式化其實蠻多方法 有百分比符號的 比較像以前寫Java跟C++ 可是Python我發現它比較建議還是用format 所以至於你習慣哪一個 我覺得這個應該都沒有絕對的 如果你習慣以前 假設以前你有寫過Java的話 你用百分比符號 一系列代也OK 然後我們用format 比如說渠道小數年的第二位 這個要怎麼做 另外的話也用到一個格式化很重要的環數 就是format 比如說我希望它最後結果 前面要有一個什麼BMI帽號 然後什麼數值 然後換行 換行就用推字元 反斜線N 然後再來就是頻語帽號 把那個頻語給加進來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可能盡量 我是建議你們可以自己再開一個 礦白的那個模組 然後試著弄弄看 那一樣啦 上禮拜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說把那個環境建置起來 那這個環境的部分的話 當然最簡單的方法 我目前我覺得最簡單 當然 如果不安裝環 不想要再花時間在環境上面的話 那你就解壓說到那個 我們是C碟 因為這邊沒有D碟 然後記得那個 它的位置是那個scripps 裡面的spider spider 這個exe 直接把它點兩下頂 把它執行起來 這樣也OK了 那當然呢 還有很多方法 因為喔 那個寫python的環境 現在太多了 不升媒體 超過十種以上 OK 那意思就有點像啦 你要打一篇文章 你要在哪邊打文章 你可以用word的 你可以用記事本 你可以用wallet page 你可以一堆 反正它就是一個編輯器 其實道理一樣 反正呢 你要寫python程式的話 其實只要一個編輯器就可以了 OK 你用記事本可不可以打python 當然可以啊 寫python打 副檔名點py就好啦 那為什麼不在記事本上面打呢 當然 主要原因應該什麼 應該可以想得到吧 因為太少就是輔助的功能嘛 OK 這樣你打報告你不會在記事本裡面 記事本裡面沒有像word那麼方便 裡面還可以格式化嘛 還可以排版嘛 等等的功能 那類似啦 spider其實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說 幫助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讓你有一些參考 比如哪一些 最馬上可以看到應該是什麼 那個顏色一定是不一樣的 有沒有 你會發現 你打完成式喔 只要是 變數它一律會用黑的 然後如果是用函數它一律用直的 那如果你是文字的話用綠的 有沒有 然後如果是註解的話一律用灰的 OK 那就是讓你的顏色看起來很明顯 明顯 OK 那如果你用記事本的話一律都黑的 那用黑的全會黑的喔 你看的當然很辛苦 所以這個是編輯器好用的地方 另外你還可以執行 你按下執行的話其實就是說 它把這個.py檔直接再去用那個 我們那個python裡面那個.es執行 幫你做這個編譯的動作 然後把程式run出來 run出來結果呢 它就會幫你把它怎麼樣 run到那個右下角的這個 控制台的地方 所以像這個嘛 之前我們那個bmy不是最後run一下 然後輸入升高嘛 這邊會顯示出來 比如說給它一個那個身高 然後給它一個體重 然後呢 我們這個結果就出來